是哦 来带您看到的是新北市桃园警方 联手破获了一起北部最大的窃车集团 其中被逮捕的黄姓嫌犯不但前科累累 之前逃亡的时候还两度抛下女友逃亡 而这一次呢 这名负行汉被警方围捕的时候 还拿起铁奔机攻击远警 没有想到攻击的远警被手上的手表得赶了下来 嫌犯最后呢 自己受伤 鼠息部也被打了一枪 乖乖束手就擒 你这样攻击警方还让自己受伤值得吗 来 上车上车上车 还会痛吗 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子弹打到鼠息部伤的伤口 让嫌犯痛得说不出话 不过当初前科累累的黄姓嫌犯 可是鬼鬼祟祟的躲在大楼的围墙内 直到远警陆续赶到翻墙围捕 嫌犯还拿起铁本机当武器 林园他是以左手架挡 然后用手表挡住那个铁本机的攻击 那林园他右手在持枪 朝黄姓嫌犯的腿部射击一枪 连被攻击的远警都说真的很幸运 因为如果被打到铁定挂彩 不过这名嫌犯可可没这么幸运了 扭打过程自己也被本机打到 最后左腿上还挨了一枪 警方发现黄姓嫌犯原本就是窃盗毒品通气犯 之前和女友追对亡命鸳鸯逃亡时 曾经两度抛下女友逃跑 这一次成为借车集团的一员 专偷国产车的音响和引擎 步伐获利高达1500万 不过还是被警方给带个正着 见花达1500万 好 好 谢谢大家